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值个骰子它出现的几率是怎么样 它到底这一次 我们同样的做一个实验 一直做一直做 那最后面我们得到的结果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在量子力学里面呢 我们就用expectation value 我们来描述它 什么叫expectation value 它基本上就是个很简单的统计 OK 假设我们现在呢 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聚集 OK 有个很大的一个聚集 什么样的聚集 好 我们来看看 假如说我们有个很大的ensemble 它有N个particle 它在一个状态 Pashe OK 这个Pashe呢 我们要求呢 Normalized OK 它是经过 它的值呢 你可以把它弄成1 OK 好 那么 我们想问一件事情 假设你去量子一个 measure 一个动态的variable Omega 请问一下你会得到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Omega呢 你可能可以得出一个很多的eagon value 比如说Omega 1 Omega 2 它可能有很多个i 跟state Omega 1 Omega 2 降下来 请问一下 你怎么去计算你所得到这个状态 会是什么 那这要怎么算 好 我们先把它讲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期望值 两边呢 用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尖尖的刮物把它刮起来 这个叫做它的expectation value 那么它的定义呢 它的写法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指的是什么 这个指的是第一个 某一个状态 它出现了 它的状态本身的值 等一下 eagon value 成长 这个状态出现的几率 然后之后你把它夹起来 OK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了解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中山大学 你现在是研究生 你有一个状态 比如说 我可能 我上学期有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什么 你可以说 我是第一名 对不对 像我以前的 我都是倒数第一名的 OK 所以我也是第一名 只不过我是从尾巴算来 这是不是我的状态 是 你如何知道这个状态 或者我学的好不好 你对你自己要一个了解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你可能学的很多学科 你有什么东西 分数 第一科 Omega i 第一科的分数 Omega 2 第二科的分数 对不对 但是我怎么知道 我学的怎么样 你怎么去算你的平均成绩 简单呢 我乘上我的什么 学分数除以总学分数嘛 对不对 那我把总学分数通通塞到这边 这个是不是学分数的 学分数 是百分比 我总共修了三十个学分 这一门呢 占了四个学分 那你这样子 每个分数 乘上学分的百分比 通通把它加起来 这个不就是你的平均分数了吗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量测 来描述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假设这个状态是要知道 我学习成绩的平均值是多少 那么我就用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好 那假设大家可以接受这个 那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 的这个定义呢 我们这个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来 我把这个 炒一次 它会等于 Summation i Omega i 各位的分数 乘上你学分数的百分比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然后我们把它带进来 Summation i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 你的状态 投影在 分数上面 你现在要描述的 不是什么其他状态 而是你分数的状态 我把它投影上来 再乘上我每一颗得到的分数 OK 这是投影在我的学科上面来 那我们讲的就是学科的平均值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平方呢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两个 自己的成绩 对不对 那自己的成绩呢 根据我们上次讲的 对一个 对一个 Hermission的Operator来讲 我们前面要做个什么 Dagger 对不对 Dagger的意思就是 刚刚好 通通颠倒 这个在乘上 后面的这个 最后乘上它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其中一个东西 这个 跟这个 OK 假如说呢 我能够描述 其中一个东西 我只是把这个呢 抽出来看 我可以把这个叫做E 这当然 对不对 这个上一次已经有讲过 那么我们任何一个 你的状态 对着你那个学科的 作用之后 你会得到 你这个学科 本身的 分数 OK 这个 都是我们很基本的 我们将 这些东西呢 尤其我们下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带 到这个地方来 这要怎么带 好 我们看看 因为OmegaI呢 它只是个 Value而已 它不是Operator 它是个IgonValue 所以我可以把它 拿到这里面 反正都是在 SummationI里面嘛 我可不可以 写成这样子 我把 先画一条线 让它 让我知道 我自己在干嘛 那后面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会等于什么 根据这个词子里面呢 它会等于大的Omega 对 你这个 学科呢 作用 可以这样子呢 终于SummationI呢 只剩下这些的Summation 那我们知道 这个会等于什么 Identity Operator 最后 就简化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代表一件事情 你的Expectation Value 你在量这个状态 Expectation Value 就是你把你的 你自己本身 这个状 你要描述这个东西 Operator 两边用你的状态 把它夹起来就对了 这个就叫做Expectation Value 那我们要假设 这个Expectation Value 所得到的结果 跟我们观测的结果要一样 假设不一样 那就代表我们这个 并不是很正确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一个计算的方式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呢 在我们的这个 Homework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Homework 这个Homework呢 还不错 我昨天才知道 这个Summation的作业 后面有答案 我以前都没有翻到后面去看 我不晓得 有的后面有答案 这题后面有答案 OK 所以呢 各位应该是很好做 Homework呢 4.2.1 OK 但是呢 我们要是一个东西 它自己本身 有很多种状态 那我怎么知道 虽然说我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值 就是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平均值的意思就代表 你出现的状况 可能一下比它高 一下比它低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比如说好了 你现在 我现在的平均 你看看 像我们 入学不是要推增吗 对不对 每个人都要送成绩上来 有人成绩看 哇 好棒哦 总平均85分 高不高 这就要看状况 看你有没有把主科抓出来 对不对 说明一下修了一大堆 那个 那个营养学分 分数都95分 97分 所以他主科根本就不及格 有没有这种状况 有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平均值呢 未必很准 因为你的diviation很大 对不对 你的分数跟这个平均值 一个很高 一个很低 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diviation 它的误差值有多大 它的偏移量有多少 那你怎么去计算 这个偏移量 所以呢 假设我们从一个 基本上的实验的 经验上面来看待 假设呢 你看看 比如说好了 这边是实验的次数 OK 这边实验值 你一下出现在这边 一下出现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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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多少 大概在这边 diviation多少 说不定你有的分数 有的分数在这边 有的分数在这边 我们怎么知道 你的分部的diviation 好不好 好像各位在做实验的时候 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量测到这个数字 净确度对不对 最近呢 国二呢 我的女儿国二呢 她开始在学一个东西 什么叫估计值 对不对 估计值 比如说一个尺呢 你看到公分 公分下面millimeter millimeter准不准 准 但在millimeter以下呢 你就要猜了 所以呢 她比如说8.25 迷你迷 这个公分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准的 这个是猜的 既然这个是猜的 你平均完之后 比如说我有很多 8.26 8.23 8点多少 2多少 反正一大票 平均完之后呢 她一算 哇 哇 好几位哦 平均完变成 8.23 3.45 5.67 8 比如说这样 你告诉我她有没有意义 她估计值在哪边 第二位啊 那你后面写那么多干嘛 这不是开开玩笑吗 这代表 国二都没通过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研究生里面 90%都发生这个问题 我以前也一样 我一算完之后 哇 好精确 精确到这一位 我老师说 你大概没有读过国二哦 大概跳过去了 估计值在这边 后面通通撒掉 对不对 所以请以后 大家做实验的时候 量测到的数据 一定要注意你的估计值在哪边 不要平均到最后面啊 你自己都跑出N位出来 那会让人家小 知道吗 尤其你要是说 你们老师强迫你 一定要去国际会议发表 我们现在博士班 都是要求这样 对不对 像我博士班 你一定要给我出去一年 好 那你要到国外去发表的时候 就发表一个数据这么多 会让人家笑的 人家会觉得我们中山大学 有点怪怪的 好 所以请问大家 一定要注意这个 但是你很想知道 8.23这数据 平均分别多大 这次怎么办 怎么算 我们那个时候在想法 那很简单啊 假设它有差别的话 比如说我把这个数字 剪掉它 这个是不是它的差值 差值越大就代表越不准嘛 你的数据分布越大 但是我同样也把这个 剪掉它的话 我得到就是负的 结果呢 我这个据到它是正的 加上这个据到它是负的 比如说我把每一个的差值 加起来 除以次数 是不是跟我们在算分数的时候 一样 对不对 同样的方法 你的差值多少 然后总共有多少差值 除以差值的次数 这样就是平均 结果你发觉 正的跟负的会互相消掉 最后得到的是 误差值能给0 哇 你好准哦 结果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所以不行 因为有的正有的负 所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是怎么样 我们先把它怎么样 减掉 比如说 你每次量测的值 减掉你的平均值 这就是有正有负嘛 对不对 那这就怎么办 我要是平方啊 平方 这个统统等于正 可不可以 但是平方就是平方啊 所以我想知道值多少 我再把它开根号回来 这样它是不是就等于OK了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概念 这个呢 就会得到一个什么 我们称之为uncertainty 你的不准度 大概有多少 假设是这个东西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什么 root mean square 4.2.7 OK 这个就是一个uncertainty的表示 各位量测任何东西 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这个的 这个数字 那最后面呢 你的数据上面 你就不会显现这个样 你可能会发觉 这个有个不准度 比如说这个不准度很高 这个不准度也很高 这个不准度也这样子 这个不准度这样子 这个不准度这样子 这个不准度可能是这样子 OK 你才会画出一条 大家比较信任的一个数字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计算 alright 那我们再看一下 假如说 我们呢 现在牵扯到的是什么 omega has a discrete spectrum 也就是说 我这个omega的量测呢 它会得到不同 比如说这个能量呢 比如说 eigenvalue呢 它是不连续的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来计算这个 omega呢 我们就这样子计算 我们将每一个 你得到的数字 减掉 你的平均 对不对 你的期望值 之后呢 我把它做平方 因为平方它才会是正的 但是这个有它一定的出现几率啊 我乘上的出现几率 然后呢 把它删下 这个 就是我们计算一个 不连续spectrum 一个deviation平方的一个方式 OK 当然 你用上面那个 也可以求的一部分的东西 假设现在呢 omega has a continuous spectrum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简单的一件事情 continuous 意思就是 omega它会一直在改变 而且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很难specify 说谁是I啊 谁是什么的 但是呢 它每一个呢 这个时候这个几率呢 出现了这个probability呢 我就不能够这样写了 因为它是连续的 我只能说 在某一段 omega的变化量当中 你出现的几率有多少 我只能够这样子做 我将这个变成这两个 那submission呢 我就变成了一个几分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就要记住 假如你要算这个数字 你的situation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学科 你的学科都不是连续的嘛 所以我们用situation的方式 但是一旦是连续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这个 OK 那么这个 除了这个idea之外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计算它呢 我们omega 减掉omega的期望值的平方之外 我再求取它的期望值之后 开更好 OK 这样子就足以描述 我们怎么的状况 好 Density matrix 它只是一个方式 能够让我们 对我们这个 整个系统的运作呢 有个了解 它跟我们刚刚在算 那个平均值啊 非常的类似 只不过呢 它更加简单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假设我们一个ensemble of n个系统 比如说我有n颗电子 n颗电子 每个电子都是一个系统 它自己你要描述它 那这个时候我会有n个系统 OK 但是呢 这些东西就好像子骰子一样 我指的n次 就n个独立的系统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n个系统呢 会在 di的state 这简单嘛 我指的n次 有 比如指的 指的一百万次 六百万次 其中呢 一百万次呢 会出现在 一的状态 另外一百万次 会出现在二的状态 当然未必每次的事情 都能够均分啦 OK 那么我就用这样子来描述它 所以呢 这个i呢 是它的basis 我们这个量测的basis OK 所以这个时候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basis呢 可能有很多 比如一 二 一直到dk 比如说这么多个basis 那我们这个呢 number of systems 处在于这种basis上面的呢 它相对是ni n1 抱歉哦 我常常忘掉 后面看不见 1 2 k 那这个是呢 n1 n2 nk 我会有这么多的 系统处在 相对的 那个itensate上面 那我们就来定义一个 叫做probability density the density matrix 我们define the density matrix rho OK 它是怎么定义的 它是等于这样 pi i 这个就是我们density matrix 这个是4.2 4.20 OK 其中呢 pi 我们知道它是个probability OK 但是它是normalized 所以我们的pi呢 会等于怎么样 ni 除以总共 也就是 它是一个百分比 比如说零点 像刚刚我们讲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就是 我们已经平均过 OK 好 那这个是要干嘛 我们最重要是 the ensemble average of omega 你怎么去计算 omega omega 是一个物理量 但它一定各种状况都有 就好像我们前面讲 它可能有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的意思 就代表它可能有 旁边的状况 或者是前面的状况 这些都有 那这个是我们怎么来 求取这个unnumbered average呢 OK 它可以这样子做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动态量测呢 我每次都去量测 比如说状态一 这个时候它的期望值是多少 状态二的时候期望值是多少 状态三的时候期望值是多少 最后面呢 我把它每一个状态出现的 probability 不算是 等于说统计上面 出现的这个probability 我撑起来 每一个想家 其实这个相当于 它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它是个怎么样 是一个量子力学上面 去求取 在这个状态上面 它出现的 几率有多 就是这个 expectation value 就好像说 你的状态是什么 就看看我们是谈主科 还是副科 主科的哪一科 比如量子力学 我就去计算一下 你在量子力学上面的表现 大概是怎么样 但是呢 你并不是只有一次哦 你可能是在一个多重宇宙 N重 所以平均起来 你在这个 这么复杂宇宙里面 你的表现是怎么样 量子力学表现怎么样 算完 OK 那这个状态 量子力学 是在你所有 接触的学科里面 占的比重多少 OK 然后你将每个加起来 那后面这个加法 是不是就是古典的加法 对不对 好像 你又把它当做分数 它又当做学分的百分比 你做两次 这里面已经做了一次的 这边又做了一次 对不对 最后得到了 是这个 OK 这个我们就算 unnumbered average of omega OK 好 问题是 这个东西要怎么算 我们发掘一件事情 你可以算一个东西 Omega 是你要求的一个动态的variable 它本身是个operator 你乘上density of the density matrix density matrix 就是左边的那个定义 之后呢 这两个矩阵呢 假设是矩阵的形式 你取它的trace 它一定是个 要一个方块 方块矩阵 取它的trace trace就是什么 对角线的相加 对不对 你这样取干嘛 这好像一个游戏一样 OK 我们来看看 这个游戏会变成什么 根据它的意思是 假设我来取 我去夹它 就代表 我现在取的就是JJ 两个都一样 就是对角线的 的数值 对不对 然后把每个对角线的数值 加起来 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再来做一件事情 这个 4.20 在这边 这个4.21 我们把4.2.20 拿进来用 就是左边的这个 什么是probability density 那个什么是density metric 就是4.2.20 所以我们在这边写 所以我们在这边写 submission J J Omega 后面这边是不是 submission I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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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整个提出来 重整一下 我可不可以变成这样 我现在I都用绿色的好不好 重来一次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那这样子呢 我们会变成什么东西 仔细看 summentional z 只有我用白色的 这个 跟这个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identity嘛 所以呢 所以呢 try 他 所以最后你就得到一个 summentio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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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 PI 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 是不是就是这个 我只是把PI写到后面而已 exactly一样 所以相当于说我们要求个 ensemble average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但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两个是同样的东西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OK 我看看 我看看我可能要把一些公式呢 抄在左边 然后我们待会会有个例子 所以我现在开始呢 将这边的重新整理一下 算了 这个保留好了 因为字不能太小 我们就把定义式写在这边 the density metric the density metric 抱歉 太小 这个是4.2.20 ensemble average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我这个省略掉 ensemble average OK 它可以等于什么 try 我们先把定义式写的 好吧 它是summation i pi i Omega i 它会等于try Omega r 4.2.22 OK 我们把这个写下来 同理可证 你看看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要算一个 Omega 这个物理量 它的ensemble average 你只需要把它 Omega 本身乘上 the density metric 那对它做一个 什么 对角线的核 就好了 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那就变得很简单了 所以说假设 你要去计算一个 比如说 很重要的这个 几率的 ensemble average 那么就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 乘上 the density metric 再去个try 就好了 OK 对角线核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有几个东西啊 要请大家记住一下 density metric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告诉我 这两个箱等 这个是什么样的 一个operator 是什么 hermission 对不对 它是个hermission operator ok the density metric 而且呢 它的对角线呢 一定等于1 你试试看 你做一下 它一定会等于1 alright 那 还有好几个 我稍微 这边简单写一下 1 再来一个呢 density metric 的平方呢 会等于density metric ok 假设 我们是一个pure的ensemble what is pure means 什么叫做pure pure就是说 这个ensemble啊 所有的ensemble啊 都在怎么样 i的这个state 它没有另外的状态 它自己本身就是在这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 当然它的平方值 就会等于它自己 假设说不是 那你的 你可以把它写成怎么样 4n 4n ensemble ok 这边我只是把课本的抄下来 uniformly distributed over k space k state 它每一个k state 它都有同样的几率 就跟骰子一样 那么它其中的一个 出现的 当然就是这样子 rho的平方呢 它一定要小于等于1 ok 它的那个对角线 好 这边呢只是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example ok 这个example呢 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可以了解几个简单的操作 跟它的意义是怎么样 这个example很重要 4.2.4 请大家务必要去念它 ok 好 假设呢 你有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 它在一个无穷大的 空间里头 ok 假设呢 它有一个怎么样 the basis 它是这个x位置operator the basis ok 这个叫做x 那么这个时候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呢 可以用怎么样来表示 你可以把它投影到 所有 假设它是 记住这是连续的 因为它是无穷大 假设不是连续的呢 那它是有限的 你一定把你的状态 投影到每一个相对的状态上面去 再乘上 这个状态的vector 对不对 你看这个动作像不像 你只是把一个物理量 投影到每个桌标轴上面去 这个是每个桌标轴上面的分量而已 再乘上这个桌标轴的单位响量 只不过 我们现在呢 是连续的 所以它不是submission 它是个积分 ok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呢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简单的讲法 它就是一个什么样 wave function 在x空间的wave function the wave function the wave function in the x basis ok 这只是我们一般的表示方式 那前面的这个上下线呢 我没有写过 基本上是一样的 ok 好 假设 你已经知道这个wave function ok 为了简化操作啊 我把其中一些东西都列过去 if wave function 你可以写成像 ok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个gaussian equation gaussian equation 它上面显示就是说 它中心点在a 它有个宽度是delta ok 那前面这个西数 我只是为了把它normalize而已 ok 让它自己呢 算起来的面积呢 相当于是1 如此而已 ok 所以呢我将它 画一下 它相当于在这边是这样 x 这个是 假设这个地方是a 出现了就类似这样 我画的不是很对称啊 反正你把它假想成它是对称的就好了 ok 好 这个呢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 这个例子 这个是它投影在x上面的 一个分量 这个例子呢 在这个空间啊 的一个probability的一个分布 ok 比如说 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the particle between ok 有很多人在问我 我的简写是什么 我稍微写几个字呢 ok 请大家再把它记住一下 因为为了快速啦 这个叫between ok ok 假设有一杠呢 with 一杠再一个呢 without 对不对 对 就好像你 你看了很多说明书上面 ac ac是什么 可以 可以是交流电啊 可以是air condition啊 谁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你要知道他是干嘛 ok 反正把这些记起来 between怎么样 x and x 再加上dx ok 我们想要知道 在这当中了 那相当于你有个probability 在这一段其中的probability 自己本身就是什么 你自己位置函数的平方 再乘上这个 ok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某一段 假设这个x 到达deltax 每一个地方的平方 比如说这边有个平均值 比如说等于这样 ok 这个高度 就是 px 然后呢 它的平方再乘上这个宽度 ok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丢进来了 它会等于什么 pi delta 平方 的 二分之一次方 因为它这边是平方嘛 在乘上上面 exp 负的 x 减掉a的 平方 除以delta平方 dx 这边有除以2 你乘两次就2 当然就不见了 前面四分之一次方 乘两次就这边有二分之一次方 ok 这个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操作 很简单的 操作 好不好 我们先做这个 然后待会要做什么就知道了 我们很想要知道 你的这个 x position operator 做用在你自己本身的状态 之后呢把它投印到x上面来 alright 那我们会等于什么 alright 那我是不是整个把它乘下了 积分呢 放在这边 ok 然后这个x 小x bra 跟大x 我放在这个地方 那后面就造钞 后面就是小x bra kit 小x 小x 再呈成 状态 的dx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只是把它带进来而已 那 有个很重要的是说 啊 抱歉 这边为了避免前后的x 有问题 所以我通通给它个plug 这样子我就不会记错了 ok 因为这边的x 并不代表会跟前面这个x 有关联 好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记不记得这个会等于什么 我们之前呢 已经讲过了 在刚刚讲最开始的时候 假设有个是这样子 它本身就会等于x delta x-xplug 你的位置呢 就可以确认在那个地方 那么它就等于x delta x-xplug 那后面这个造钞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你delta的积分 根本就不用看嘛 所有的位置全部都跑到 delta本身的限制 我g是gxplug 所以它全部都会跑到x 所以x就是x 后面会跑到x x呢就是phi x ok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哦 现在呢 我来算这个 x的expectation value 我们知道expectation value 根据前面就是把你自己的状态 对它夹起来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计算的方式 那这个跟这个只有一个差别 前面的x 换成为pc 对不对 换成它的状态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边就会变成什么东西 稍微写一下 根据这边的最上面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为pc大x 小x 小x ok我要写到这边 因为这边是 应该可以吧 我想 镜头应该可以到这边吧 ok 我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是不是就是上面的 这个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我只是把它抄一次 然后把这个带进来 总之最后面呢 我们得到什么 得到了一个东西 根号 pi delta平方 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的 exponential 负的 x-a 平方 除以delta平方的 x dx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因为我们把它带进来了 最后的结果会等于什么东西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请你操作一下 答案就等A 这什么意思 这个指的是说 假设我们要去求这个 这个例子 这个ensemble ok 它位置的期望值 就相当于我们对它各种状况的平均 但是这个例子呢 它存在于这个空间上面呢 有个分布状态 所以它平均值 当然就落在这种 正当中A 它平均值就是A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在量子力学得到了 跟我们一般统计力学 统计上面的观点 完全一样 不管你怎么发生 最后就是这个 平均值 ok 好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很想要知道一下 那它的flatuation有多大 deltax有多大 这个用这个 这个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知道一下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呢 平均值虽然在中间 但它有可能是在这边 或有可能在这边 只是每个地方出现的几率不一样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先前啊 我没有抄下来的 我们来计算它 它很简单 它的基本上就是 你把它的位置 减掉 它的平均值 期望值 之后呢 怕它是负号 做个平方 然后呢 对这整个东西呢 再求取一次期望值 然后我们把它开更好 就把刚刚的平方 把它转换回来 ok 经过这些运转之后呢 请大家看课本上面运算 非常简单 它会等于更好二分之delta 也就是说 这个的误差度呢 它的这个位置的不准确性呢 有一定的宽度 这宽度是delta 除以更好二 就它一点是 大概不准度呢 大概是从 因为这个是宽度嘛 所以大概是从这边 到达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平均 说这个位置的精确度在这边 那它有个不准度 大概这么宽 ok 那这样子 它得到的结果 就跟一个古典 上面的感觉很相像 不过这个是position 对不对 假设我们来算 momentum呢 momentum发生什么事情 momentum的average 会怎么样 momentum的fructuation 会多大 好 那我看看我们怎么做 好我们momentum 我们这样子 这样子好了 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来 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来 请问一下 momentum momentum 这个会怎么样 记住哦 之前呢 我们还有讲到另外一个 这个 记不记得它会等于什么 负ih bar delta x-x plan 整个的微分 那抱歉 这个微分写的很差 反正就是微分 你来计算一下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负ih bar d pc dx 它会等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们发觉跟这一边的这个 完全不一样 你位置的这个操作 会等于你的微function 乘上你所想要了解的这个位置 ok 但是这个地方呢 得到了却是一个怎么样 好像复数的东西一样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只是你怎么样 来了解这个momentum 在这个replace 在这个表示是下面的是怎么样 我们是说 我们要知道一下 你现在的状况 下面的momentum是多少 但是我要用x来表示 用ways来表示 就你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但是假设呢 你momentum的本身呢 我是希望用momentum来表示